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2年6月8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节目,还请别忘了您的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非常感谢。 咱们不了战场了,就谈谈乌克兰、俄罗斯及周边国家的一些情况,了解一下也蛮有意思,咱们一个个来,先来看俄罗斯。 这俄军也正在陷入低谷,俄军士气崩塌,反应在战场上就是攻击不力,所以连级的进攻都需要少将出马。 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的进攻为其带来了一些战场上的成功,但这些收益对于俄军来说代价高昂。 有证据表明,高级别的军官伤亡人数正在增加,并且随着战争超过100天大关,一些部队可能接近疲惫。 在两段视频中,来自俄罗斯控制的东乌克兰战士抱怨,前线条件恶劣和长期的服役导致精疲力尽。 来自断涅茨克的俄罗斯控制的第113团的战士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中说, 我们的人员面临饥饿和寒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任何物资、医疗或食品支持。 有战士们补充说,鉴于我们的持续存在以及我们的人员中有慢性病患者和精神问题的人,许多问题都被总部的高层忽视了。 而在一次采访中,一名曾在哈尔科夫基辅附近作战,献身在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士兵抱怨疲惫不堪, 称他甚至联系过律师,抱怨他已经几个月没有见到妻子了。 在总部位于西伯利亚布里亚特的第37独立建卫摩托步兵旅于服役的安德烈告诉《卫报》说, 自开战以来,我一直在乌克兰战斗,现在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 这很累,我的整个单位都想休息一下,但我们的领导说他们现在不能换我们下去休息。 另一名声称在顿涅茨克第107团服役效忠俄罗斯政府的士兵说, 我们的动员是非法进行的,没有医疗证明,这里超过70%的人以前因为无法战斗而退役, 超过90%的人从未打过仗。 并且第一次看到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我们就被推到了前线。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则声称,这些士兵应该准备好为自己的祖国而战, 但当地人描述了空荡荡的街道和躲藏起来的人, 以避免在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控制的地区进行激烈的招募活动。 所以啊,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俄军现阶段依然掌握一线兵力和兵器优势的情况下, 却依然每天只能获得毫米级的进展。 很多时候,俄罗斯国内媒体和强国局欲网战狼五毛粉红博主震天想着说乌克兰撑不住了, 他们完全无视了俄罗斯这边,也是步履维艰,一个不小心就要绊倒。 第二,俄军在乌克兰占领区各种坏事都干, 咱们就看过去24小时看看这帮坏蛋在乌克兰干了些什么。 俄军绑架了扎波罗热核电厂的11名员工。 俄罗斯占领当局报告说,在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被盗的谷物现在正通过铁路运往克里米亚。 根据一些披露出来的消息称,在赫尔松地区约有600人被关押在拷问室里, 约300人在赫尔松的地下室,其余的在该地区的其他定居点。 俄罗斯媒体今日俄罗斯称,6月8日,马里乌伯尔市政府发布了该市居民总署负责人加林纳达尔尼千科的讲话。 他表示,马里乌伯尔正在开始筹备加入俄罗斯举行公投。 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与俄罗斯同在,俄罗斯联邦将永远在这里,我们开始为公投做准备。 咱们是真的不知道,这些人凭什么相信一个全靠拳头说话,而且打了一百多天,依然只能原地踏步的军队能永远在这里。 人在做天在看,我们是坚信无军,不晚于8月份就开始反共,年内就会收复乌克兰东部、卢干斯克、断涅茨克两地和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南部。 至于克里米亚,最晚也不会超过明年上半年。 正如斯特连斯基今天说的,胜利必须在战场上取得。 恢复乌克兰在俄罗斯2月24日前控制的边界将是一个重要的暂时性胜利。 最终目标是完全解除对我们整个领土的占领。 所以就让那些人再嚣张几个月吧。 中国有句老话怎么说的? 秋后的蚂蚱蹦打不了几下了。 第三,俄罗斯唯一的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再次遭遇维修延误,凸显俄罗斯国内的快速衰退甚至枯竭。 原本库舰早就该大修,然而维修期间又出事故,甲板被砸大洞伤得更重。 或不担心的是,其船物又发生了故障,沉入海底,打捞不能。 俄罗斯人一定要一艘航母来证明自己是世界老二的地位,于是将两个小船物挖通,变成了一个大船物,再次让库舰入雾修理。 原本五月建屋,两个月就该修复,但现在又发现了新问题,维修进度不得不再次拖延。 这一系列的问题表明,俄罗斯制造业远不如去看上去的那么健壮。 经过乌克兰战争后,俄罗斯国力必将进一步的滑坡,其国际影响力当然也将随之减弱。 第四,今天,俄罗斯投票退出了欧洲人权法院。 俄罗斯议会已经通过两项法案,终止欧洲人权法院在俄罗斯的管辖权。 此前,俄罗斯议会宣布将在三月因乌克兰冲突退出该法院。 根据俄罗斯的报道,其中一项法案将俄罗斯排除在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外, 第二项法案将于三月十五日定为截止点。 这意味着,在该日期之后对俄罗斯做出的裁决将不会得到执行。 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于三月十五日将俄罗斯逐出该组织, 欧洲人权法院是该组织的一部分。 虽然表面上看是俄罗斯主动退出, 但说一千到一万无法掩盖的是俄罗斯被全世界冷落和边缘化。 第五,似乎是为了来一个更明显的讽刺, 昨天乌克兰政府宣布将在全国各学校推行英语教育。 以前乌克兰是一个流行俄语和乌克兰语的国家, 但未来乌克兰语和英语将成为主流。 毫无疑问, 乌克兰国推行英语是为了在习惯和观念上更进一步的靠拢西方。 基辅独立报今天宣布, 世界银行批准为乌克兰提供14.9亿美元的资金, 英国、荷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为此提供融资担保。 完全有理由相信, 战争中和战争后, 乌克兰将面向西方展开本国的重建和基建工程, 而乌克兰一路向西, 必然让俄罗斯吸爆乌克兰的尾气成为尴尬而干瘪的存在。 六, 乌克兰驻以色列大使叶弗根·科尔尼丘克称, 希望以色列政府通过军事援助来为其对乌克兰的口头支持背书。 乌克兰希望购买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 美国不会反对这种出售。 我们认为这是乌克兰的一种投石问路, 众所周知, 以色列不愿意得罪俄罗斯, 因为在叙利亚等问题上, 以色列需要和俄罗斯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 但随着俄罗斯深陷段巴斯泥潭, 以色列的观点可能会发生改变。 目前,乌克兰总体上不能得到德法很大的实质性的支持, 如果以色列的态度可以转变, 那么对于影响德法可能起到不错的推动作用。 因此, 乌克兰人希望敲敲以色列的门, 看看今日此门中桃花是否相应红。 第七, 当地时间6月7日,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 波兰将与乌克兰签署一项武器出口合同, 该合同将成为波兰近30年来最大的武器出口合同之一, 总价值将近30亿资罗提, 约合人民币是46.7亿元。 莫拉维茨基当天在视察波兰南部一家军工厂时做出了上述表示, 尽管他并未公布将出口乌克兰的武器类型, 但据当地媒体透露, 在该合同下, 波兰将向乌克兰出售56门克莱布自行榴弹炮。 莫拉维茨基称, 此前18门克莱布已经运往了乌克兰, 波兰制造的武器在乌克兰东部战场,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莫拉维茨基表示, 乌克兰采购武器的资金部分从欧盟获得, 部分从本国预算中劣质, 波兰将使用这笔资金提升武器生产能力。 这则消息其实不是新闻, 而只是对前几天新闻的确认。 波兰很少出口武器, 其武器出口在全世界范围内属于打着放大镜, 也看不清楚的程度。 但此次乌克兰战争中, 波兰坚决支持乌克兰, 从而让两国关系是空前良好。 通过乌克兰战争, 波兰不仅赢得乌克兰的信赖, 也赢得了周围邻居的好感。 由于地缘上的连接, 波兰的仗义相助之举, 无疑让波罗的海三国和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看到了大腿。 战后, 乌克兰、波兰的紧密合作一定会改变这里的地缘政治格局。 俄罗斯在走夜之地把一个兄弟彻底惹发, 把另一个世仇间接的惹毛, 还让两个近乎于永久中立的邻国投入北约的怀抱。 更多边缘国家蠢蠢欲动, 普京真不愧是对国际政治拥有决定性影响力的非伟大领导者。 好,以上是本期视频为您准备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